有请 小苏24岁来自河南 硕士在读 有请 小佳23岁来自河南 代业 有请 欢迎两位 你是觉得两个人相处出问题了 是吧 是的 谈了多久 六个月 但其实中间是异地了五个月 为什么要异地恋呢 因为他上学的原因 所以不得不异地恋 这不是很短吗 这有啥问题吗 慢慢磨合吗 就比如说 我对他很不满意的 就是一个疫情的问题 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说吧 就是有一次他去洛阳出差 然后洛阳这个地方 他已经去过很多遍了 然后他呢 就是出差完工作 已经晚上十一点半了 然后他说他也好了 和他一个学姐去吃饭 我就特别不愿意 但他还是要不顾我的感受 直日要去 好长时间不见了 偶尔吃一顿饭 没什么问题啊 第二 附近有东西吗 我真的转悠了 附近什么都没有 不用说 这事就很简单嘛 就是我想去跟你 那个学姐吃饭 你的感受 我觉得并不重要 也不是感受不重要 如果说感受不重要 我干嘛要告诉他 我直接去 我先然后做不好吗 你告诉他 怎么了呢 那是女生内心的一个感受吗 因为你告诉他 他觉得不可以吗 对啊 我就问他 没有这个女生 你就吃不了饭了吗 他说是的 我们放在这儿 好不好 不去质论 还有什么 他总是就是不经过我的同意 去和女生相处 上一次他出去工作的时候嘛 他和一个女生家的微信 这是他后来才告诉我的 然后主要是 他把他的个人物品 丢在了一个地方 然后那个女生 帮他去拿了 然后带回家了 他就说 他要去找那个女生 拿这个东西 我说不行 我说你要不带着我去 要不去找个跑腿去拿 他都不可以的 他还是要单独去找这个女生拿 我为什么就是不愿意 让他单独去找这个女生拿东西 是因为 他们两个才认识着半个小时 然后那个女生就给他说 我今天晚上想把你带回家 然后他就说行 很明显的 玩笑话 你当真 那我不单独在这儿 找人去拿 我再带着你 折腾不折腾 我觉得不折腾啊 那有哪个正常的女生 一见面就给别的一个 不认识的男生说 我晚上把你带回家 这是别人一种开朗的 一种教育方式 这也太过于开朗吧 可能你认为它过于开朗 别人认为正常一个方式呢 不不 这个事肯定不正常啊 别人只是一个说笑的方式 你正常了 说笑也不正常 但是你觉得正常的就是正常 这个也不重要 还是冲突 冲突在 你女朋友认为不正常 你认为正常 对吧 这是客观事实 但是有一个观点 我如果说我要做什么的话 这和观点无关 和感受有关 感受就是他不舒服 那我不告诉他 就做这件事就更好了吗 你已经两次说了 那我不告诉他 我就做这件事就好了吗 你完全有其他的处理方案 为什么选择欺骗 我没有欺骗 所以我明确 所以你觉得你就对吗 我告诉你 你的错误来自于他不高兴 你没有在意他的感受 就在这个地方 其他的我们不说嘛 每个人价值观是不一样的嘛 这还是跟信任有关的 就说你不太信任这个男生 你明确他不信任你吗 你有感受吗 有 我告诉他了 我说我要去拍篮球视频 他说我没告诉他 然后我发给他之后 他一看是有男有女 也不行 他突然给我发过来一个视频 然后我点开一看 是一个篮球教学视频 他教的是一个女生 然后他就和那个女生 有一些很亲密的投篮动作 什么的 其实像这种场合 就是大多数人在一起 有男有女的话 就是算一些聚会什么 倒是没什么 我就觉得他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然后去和别的女生单独相处 他当时就提了一嘴 然后我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他就默默 你是他的经纪人吗 不是 他有拍视频的权利吗 有啊 OK啊 但是主要是这个 还是这个异性的问题啊 我觉得他异性 这个异性怎么了 我觉得他在视频中 跟异性过于亲密 并且没有告诉我 他和异性出去相处 明白了 他就是不信任你吧 三件事堆在一起 就是他不太相信 你跟异性的相处 是还是不是 是 好 那么他这种不相信 你内心是舒服还是不舒服 我肯定不舒服 好 我们就把它放在这就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说 这还有什么问题 第二 第二就是我感受不到爱 因为大部分时间都在异地嘛 然后主要维持感情的东西 还是要靠聊天联系 没错 来维持感情 然后呢他呢 总是以忙为由 不跟我发微信 也不搭理我 有时候甚至还把我给拉黑了 我拉黑的是因为 如果我不拉黑他 我那天完不成工作了 刚才你也介绍了研究生 每天最忙的时候 忙到脚俩后脑勺 从早上八点开始睁眼 而一直写东西 写到晚上三点 这就是我的生活 我们在谈恋爱之前 我也告诉他了 我说我可能会很忙 你要理解我 异地这个东西 他也理解了 结果到真正实践的时候 他反而又不理解了 我那天 忙到天亮 我把他拉黑之后 他就忙到天亮 然后把他放出来了 可想而知 我如果不把拉黑 我一定要看他消息之后 我要写到什么时候 我觉得他过于比正常人忙太多了 有时候还一天 就只给我发五条微信 然后我就特别不理解 行 就是没有时间陪我 这个只是他理解不了 你接受的圈子 跟我们这个不一样 我们要真正要写的话 就像我说的 从早上八点 写到晚上三点 甚至一天只吃一顿饭 不是 我问你一个事 就是你一天 大概写多个小时 如果写的少的话 要写四五个小时 写的多的话 十二个小时以上 你十二个小时写多少字 八万九万字 一天十二个小时 写八万到九万字 你写的是个啥玩意儿 不是说写就写出来的 我们要看很多东西 要写写三个字 不是不是 我没有 他是精于你的工作量 我自己是个作家 我不知道有什么人 一天可以写八万到九万字 老师你也经历过 写过论文对吧 你要知道就是 他有些东西 是我们干净之后 然后再删贴的 他不需要我们所有 资料引用 光是资料引用 你一天看八万九万字 再加上删减 再加上写 不可能每天就有工作量吗 是不可能每天 他说的那个 一天只回五句话 就恰好就是那几天 好吧 我们最忙的时候 十五天写了六篇论文 这个不重要 我为什么说这个不重要呢 有爱是可以感受到的 没有爱就感受不到 核心在这儿 女生还有什么抱怨 还是他忙这个事吗 就有时候 我给他发视频 看看他干嘛 然后我给他发视频的时候 他就是在打游戏 我就一看他打游戏 我就特别生气 因为我一直以为 他在忙于工作 忙于学习 忙于写论文 然后才没有时间 跟我说话 结果我一看他在打游戏 我以为他在干正事 结果他在跟咱玩呢 我问一下 有多少男生不打游戏 而且我打游戏 是一种我缓解心情 缓解压力的方式 我为什么要打这个游戏 我为了把自己 一天的苦闷排解出去之后 我留一个最好心情给你 你给我留什么好心情了 等你打完游戏了 该睡觉了吧 然后今天就过去了 第二天接着写东西 写完东西 网上又来一句 该睡觉了吧 就每天都是这样 主持人 我先说一个概念 我们是有时差的 我要晚才两个小时时差 你在新疆是吧 对 我发消息的时候是两点 按正常推算的话 咱们这边是四点 四点了才还在看手机 我出一个对他的关心 我说你睡觉吧 但是他在干嘛 他在直播 他马上面临一个 很重要的考试 他宁愿去直播 赚一点迎头小利 还不去学习 或者以身体为重去睡觉 你还说直播这个事呢 怎么了 我觉得从直播这个角度来看 我觉得你更没有过安全感 我觉得你更不爱我 因为我直播间的时候 会有一些男性嘛 然后也会跟我聊天啥 他从来都没有看过我直播 然后也没有关心过 我直播啥样 就对我的直播一文不问 因为也有其他男性嘛 我觉得他一点账我欲都没有 就一点都不关心我 因为我不喜欢看直播呀 而且我很信任你 不会跟没人走 那我为什么还要 他时刻盯着你 那你让我感受不到啊 你只是这么想的 你告诉我了吗 你光说我让你感受不到的 你怎么不说 我让你感受到的 你让我感受到什么了 就是我跟他吵架的时候嘛 然后他就开着免提 然后声音放得特别大 然后我就哭得特别难堪 然后他室友就在后边嘲讽我 我觉得他一点罪恙都不给我 我没有看免提 是因为那个手机的放在那儿 声音就那么大 而且是你认为别人在嘲讽 你别人只是在跟他的朋友聊天 只是你当朋友认为 因为我在现场 所以我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所以你们在异地的沟通 也是不通畅 你生是不是想嫁给他了 已经 对 因为我这个从小呢 就就比较向往婚姻 比较憧憬婚姻 然后我就想尽快地步入婚姻 所以你才认识半年嘛 对 认识半年就想嫁给他了 对 而且还有这么多的问题 对 我想知道男生对于女生提出的 结婚的这个想法 你的态度是什么 我的态度是 可以 但是目前不行 可以是到什么时候可以 古人说 修身 起家 治国 平年下 对 对吧 那后两个不说 那我最少我要修身吧 我要自己 对 你就说大概什么时候会娶他 在我所在城市 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之后 最少我一个月工资 要凭当地所在城市 一平米房价 那时候 我会 那我还得等你多久呀 那你这是一个遥遥无期的期限呀 那我现在什么都没有 我给你承诺 你信吗 我信呀 那你现在什么都不给我呀 我自己还飘渤不定 就是我就是白白跟着你是吧 浪费我的青春 不是 你 你这不是才认识六个月 你就想嫁 那我觉得已经足够了呀 不是 你们刚才已经列出了那么多的问题 你还敢嫁 因为这种问题只存在异地当中嘛 我觉得我们两个如果回到 不是 你为什么想嫁给他 为什么这么着急结婚姑娘 你告诉我 着急结婚呢 有几个原因 第一就是我自己心里边 从小就比较向往婚姻 觉得婚姻是很幸福的 然后我想拥有一个自己的家 然后第二呢 我觉得他各个方面条件都还不错 我觉得是挺适合结婚的一个人选 结婚确实是一个美丽的向往 对于年轻人来说 我只是好奇为什么认识六个月 就要急于嫁给这个人 你了解他吗 我觉得相对了解了已经 怕吗 我怕的不是结婚 我总感觉他在逼婚 我就是指 对于这样一种逼婚的方式怕吗 怕也不怕 怎么理解 我觉得我遇到的人 也是一个对的人 我怕他逼我这么久之后 我没有办法给他结果 我不怕是因为 我从小也是自己 基本上比较独立的 就算我身边没有人了 我也能过得很好 关于结婚啊 除了想之外 姑娘有规划吗 因为他有一套父母准备的婚房 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足够 他有套婚房 对 是房子 如果结婚的话就要婚房吗 然后他现在要把这个房子卖掉 我觉得他是更不能肯定 就是跟我结婚了 因为我对这套房子不满意 又小 城市又不好 朝向也不好 我想把它变现之后 到我毕业之后所在的城市 再去置办一套更好的 这样就算我们结婚了 我可以给他更好的生活 那是你的房子 他也无权过问 我在乎的是我想要结婚 那你既然把房子给卖了 那你拿什么结婚 那你不是还不想结婚吗 反正你在乎结婚吗 租房子也可以结婚吗 对啊 我根本就不在乎那房子是否大小 朝向是否好不好 你不在乎 我在乎你的在乎啊 如果说自己对象这么懂事 还这样想法 这个男人心里怎么想 你能不能不要那么虚伪啊 兄弟 谈恋爱不是说一定要结婚的 就是以你们俩现在的这个认识 和你们俩的冲突 远远还不够到结婚 你可以说我还没有准备好就行了 其实关于婚房的问题 跟他没有关系 他没有权利去干涉别人家父母 或者别人怎么处理个人财产啊 但是我只是觉得 这是一个对我的保障 什么保障 他都没说马上娶你呢 情感保障都没有 拿个房子干嘛 那对啊 那就说明他不想跟我结婚呗 不想跟你结婚 那怎么了呢 那你最起码就是 你要告诉我 给我足够的安全感 告诉我 就是我可以等你 你先确认一件事情 你爱他吗 你确定你爱他吗 确定 你特别确定你爱他吗 确定 好 你爱他什么 爱说得清楚吗 说不清楚 这只是一种 我很明确 这是一种感觉 是一种 就是我很需要他的感觉 足够了 你确定你需要他吗 对 你可以在写东西的时候 拉黑他 你确定你需要他吗 你一个东西 认识了八个小时的女生 就一定要单独去见 去取回那个东西 而不选择 你需要的女人提供的 一起陪你去的一个方案 你确定你需要他吗 我确定 好 我们再来一起看一个视频 我们看看一个男人 是需要一个女人 他怎么舍得让这个女人 这么哭泣 好吧 来给我们放一段视频 这个就是 他当时在 写东西嘛 然后 然后我就跟他视频嘛 那他就在那写东西 一直不理我 然后我就在哭 他也不理我 就是很冷漠 所以你告诉我 你需要这个女人什么 我需要他什么吗 我需要他就够了 而且 你需要他就够了 那我还需要他什么 那你需要我的话 你就应该陪伴我 我什么都没有拿什么陪伴你 我给你画个饼 然后咱们去大街上住 对啊 那你什么都没有 那你时间也没有啊 我为什么什么都没有 就是因为我现在能力不够 那我时间要干嘛 用来填补这段能力 把我自己提升之后 有能力 给你更好生活之后 你可以有能力的时候 再恋爱嘛 如果说 有能力的时候再恋爱 那那个人他凭什么作响 继承我的能力 哦 所以他应该陪你一起吃苦的是吧 所以他现在的孤独寂寞冷 哭泣和被漠视 都是他该付出的 是还是不是 不是 那是什么 我如果拉着他一起吃苦的话 那我现在就可以结婚了 我不愿意拉着他一起吃苦 就是因为 我把自己做成之后 我再去给他一个更好的 人家现在不要你做成啊 但是 你介意他穷吗 现在 不介意 OK啊 人家要跟你结婚呢 人家不介意这些 但是我介意他不介意啊 所以臭小子 可能你是喜欢他的 但是他现在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女生现在要的是一个 关于婚姻的承诺 能给就给 给不了也没人说你 你的问题就在这 坦诚 女生啊 你吓到我了 真的 一个女人可以这么对自己的人生 不负责任的吗 其实你根本都不了解她 怎么就敢轻诺 把自己给许了呢 来吧 你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吧 包括你们那么多的冲突 由何而来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姑娘 咱才23岁 你要干嘛呀 你是怎么了 你是长得不好看 还是怎么了 你是觉得自己嫁不出去吗 你为什么一定要 这个时候就要结婚 你到底是想要这个婚姻 还是想要和这个男人结婚 这件事情很重要 如果你是想要结婚的话 那这个男人不想结婚 你换一个想跟你结婚的男人 就可以了 你如果是因为爱这个男人 要嫁给这个男人 但是这个男人现在明确地告诉你说 我不一定能娶你 那其实也就相当于给你灭灯了 所以你要先搞明白自己在干嘛 自己到底要选择什么样的人生 这个很重要 姑娘 你觉得你们两个人之间的问题 是异地恋 所导致的问题 我告诉你不是 异地恋 它不会造成一对情侣之间产生矛盾 就算你们在一个城市 它也一样可以在学校门待着 以写论文为借口 不见你 以写论文为借口 把你拉黑 以写论文为借口 就是不理你 让你在一边哭泣 它跟异地恋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所以你不要把锅甩给异地恋 刚才男生说到一句话 说爱说不清楚 没错 爱就是说不清楚 但是 爱是一定可以感受得到的 你就问你自己 拍拍你的心 问问你自己 你能感受得到他给你的爱吗 如果你连一个男人给你的爱都感受不到 你为什么要嫁给这个男人 你不知道结了婚也是可以离婚的吗 没娶你之前就已经对你这样了 那么娶了你之后 你觉得他能对你怎么样 他可以对你更糟糕 所以姑娘 你不要要什么期待 因为你没有期待 为什么 你连现在都没有 请问你要那份承诺和期待有何用 接下来我跟你说 你是需要他 但是你也需要学姐 你也需要你认识半个小时的女生 他不是唯一 你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告诉他 我觉得不爱一个人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当一个女生对你付出真心 你却视而不见的时候 找一大堆理由去唐测他的时候 你就错了 麻烦你认认真真明明白白地告诉他 我就是没打算结婚 我也不确定我是否能跟你结婚 我现在也没有定下心来 因为我还在寻找 这没问题 坦诚就好 明白吗 就这样 女生现在为什么不工作啊 刚毕业嘛 然后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然后也是在监狱 他们可以做个准备处理 我妈的最后 这就是一些政策 我现在是要给你 少论的人 我会让你身边 我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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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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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以拴住他的心呢 他现在明明就是不想和你靠近 明明就是有时间 就是不想跟你联系 打着学习的幌子 然后说我得拉黑你 所以说 你这么一味着去追 一味着求 换来是什么 他越来越看不起你 你越来越没有什么底气 去和他在一起 所以与其如此 不如自己也学学习 这是他现在我觉得唯一一点可以让你学习的地儿 他自己有一个目标 但他的规划里头真的是没有你 你也应该这样 先把自己提升了 再谈说跟什么样的男人可以互相匹配的 能够在一起 好吧 我要扭转你的就是这么一个点 就是我们不是因为一个人的条件好 我就拼命的往上冲 拼命的上 因为我们追求的最终目的不是这个 我们追求的目的是谁能够和你一起组成一个好的家庭 未来能够进入一段好的婚姻 好的生活 而他既然在谈恋爱的时候 已经不在意你的情感情绪 那么哪怕以后进入了生活 哪怕以后他成了你的丈夫 你最多最多就分到半套房子 其他对于你将来的好的生活 毫无意义 将来无非就是你用自己已婚 离异的这么一段经历 去换一点点房子和金钱 其他你不会换到任何好的生活 为什么要谈恋爱 为什么我们要通过恋爱再进入婚姻 为什么我们不能凭借着条件的对比 直接进入婚姻 原因就在于此 我们要确定 我们是能够内心建立连接的 双方是能够建立亲密关系的 是真正可以 相互爱的 才可以让两个人将来的生活条件好 你将来的路 如果自己真的想好了 你把你的规划跟他一讲 让他死了这条心 不就完了吗 这个事结束了 不要老挂在面子上下不去 真的 就被人逼到这一步上 我觉得你失策呀兄弟 就这样 你知道你的问题就是不坦诚 其实前面说的那几件事 如果有充分的信任 都不是事 我为什么说高高挂在那 您坦诚一些 何必骗他骗自己呢 我觉得你不爱自己 就是你记住啊 不管对方条件多好 是个王子 他如果不在意你的感受 你就离开他 所以我觉得就认真的 理性的本着对自己负责 把那一分钟利用好 好吧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二 我确实现在 给不了你什么承诺 但是我一直能给你的承诺 就是在我稳定 销有所成之后 可以给你的承诺 只不过需要一些时间 你看上我 可能也是因为 这些务实 所以我希望你能 给我多一点理解 多一点空间 多一点信任 我可以等你 我可以等你毕业 等你完成学业 但是我只要确定 你心里的那一个 未来的另一半 到底是不是我 我可以等你 但我知道 但我要知道 是不是我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你们 说了句跟白叔似的 细死我了 来来来 预测一下吧 俩都会出来吧 不会出来了吧 你出难不出 双叔 来看结局 看结局 来让我们一起见证 属于他们自己的 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我们慢慢 起来点 嗯 好 谢谢两位 谢谢你们 请回请回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